中文字幕 李宗盛 张门 张门 金护航警备司令汤安伯来的电报 汤安伯跟我肃无交往 给我来什么电报 拆个念念 奉上逢电令 下江电厂及南京国资五场 从速迁往台湾 如疏运不利 严惩不待 不用说 这唐安伯是奉了老蒋的指令了 没想到老头子下野了 还死盯着我的财产不放 这个唐安伯可是不好对 老师 共军如渡江 必去长江下游 我们的作战法真实 以长江防线为外 以松户为核心的利益防守 以七十万兵力 我取 化江而至的准备 这老师有何高见 唐司令 长江下游 江面宽大 两到十余率 最佳的渡江事件 在三月底之前 四至五月份水位盟涨 风大浪高 影响防洞 而且 长江地域 水网 道次言 隔离夫婆较多 玻璃大饼太行动 明白吧 请者告江委员长 一定务必坚守到约分 这样 国军即可 北上反攻 汤君 老师 对长江流云的军事 也要拥指掌 令学生 佩服 过家了 过家了 江委员长 请下令 最高军事法庭 将判老师无罪 尽快地遣送回国 绝不让老师 落中共之手 师兄 这是怎么了 我几天不见你 你现在是双目赤红 抠角升级 什么烦心的事啊 让你的心火来得如此猛天 望尔之正 真不愧是江南明医啊 师妹 我今天来 不瞒你说呀 我是思前想后 还是得来找你帮帮我这个忙啊 第一 第一 是帮我开上几副 外火的汤药 二来 哎呀 有件棘手的事情 太太 让你给我拿个主意 心病 还得心药治 汤药治表不治本 亏你曾经还是血医的出身 师妹你有所不知啊 这个老蒋算是把我给盯上了 就是今天上午 我已经收到第三道搬迁领了 怎么 你再给我说 让我怎么办 让我怎么办 我们的机器在码头上 放了至少有半个多月了 凤吹雨打的 要是再这样放下去 我等运到台湾 就变成废铁一堆了 对呀 他请你 梁司令 梁司令 共军已驻守江北啊 可能马上就要打到南京来 你总不能眼看着我们一辈子积攒的家产 就这么被共产了 各位老板 不是一同博诸位的面子 军运计划实在紧张 难以安排民用屋子 请大家在耐心的等待接近 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你跟我们说吧 师妹 你是知道的 我陆青山在江湖上风风雨雨闯到了这么多年 我从没相信过任何人 可以说 我一生当中最相信的人就是你 甚至超过我的家人 今天这件棘手的事情 我权衡利弊 我的亲人 我的产业都在这里 台湾 我是无论如何不能去的 我相信你的主意 你就给我定个准头 我一定按照你的办 师兄 你真是病急乱投医啊 你为什么不找你的得意门生梁怡童 想个两全其美的上策呢 你看我真是急糊涂了 妙 妙急了 好 我现在就去找梁怡童 我跟他演一出双簧 陆掌门 里边请 老夫亲临拜访 有钥匙想求啊 掌门何出此言 门生当为您老效力 请请管吩咐 那好 此家 在 这是清策 掌门的意思 必须尽快运猛台湾 要是他梁怡童 该寻思舞弊的话 我们就告到汤子里面去 掌门 实在对不起 一同手里的军用物资 尚未运作一半 还有众多军政人员和家属 急待附带 船只 近期 实在是调度不过来啊 有这么困难吗 梁司令 到台湾的船只 全被你的警队司令部队 我们郑德堂就是本事再大 也只能是望洋心探 需要用钱你只管开口 只要你开得出价 郑德堂就出得起 四江老弟 不是有钱就能让鬼推磨的 国防部再三指令 要保障军运地 要不这样 你先把清策留下 我伺机行事就是 伺机行事 义童啊 今天给我打起官枪了 别忘了 我们都是郑德堂的人 既然我们能走到一起 就说明我们的缘分 话应不应该这样说呀 今天的事 办 也得办 不办 也得办 站门 我告诉你 我厂拆迁的机器设备 已经运到下官码头 如果唐司令怪罪下来 疏运不利 你梁一同给我兜着 长 梁司令 郑德堂的规矩你是知道的 不看僧命看佛命 拜托你能尽早地给掌门 安排迁运台湾的船只 连陆老板都拿不到船 那我们就更没戏唱 长江宽 燕子也得飞三天 海无边 江无底 衬托掉下不落地 小朋友们 刚才是哪一个说的 要过长江 小燕子也要飞三天呢 我 哦 你说的呀 我是听我爷爷的爷爷说的 哦 那你说 我们几个军啊 要想过长江 能不能也像小燕子一样 飞过去呀 不不 我知道 哦 你一个女孩子也晓得过江的事儿 晓得 每年油菜花一开 我爹爹都要去南京卖茶叶 爹爹说了 等到桃花水一来 想走都走不掉了 哎呀 你这个女娃子讲的可真好啊 婆婆啊 讲给你糖吃 来 来 看看 来 去糖 找票吧 来 来 对我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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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这里员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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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陆系的提示到 同意总协委三连议开始逐将计划 太好了 马上给邓政委 刘老总 还有吃老总送出 是 同时 联系徐金钱 请南京地下组织尽快提供加坊情报 是 姨妈 情报 请吴 记得 刘老总 是 分为两大战区 湖口以西 至宜昌段 由白崇西长官 率40个师防守 湖口以东 至上海段 由本人 率75个师防守 城江防线的重中之重 是江阴 至湖口的500公里区内 将有 海 陆 空 三军的立体防 林司令官 请你谈一谈 你们海军的布防计划 我们海防第二舰队 和江防舰队 以26艘军舰 56艘炮艇 分驻于安庆 至上海的江面 是与长江防线共存亡 不过是不有感防线过长 军舰不存亡 林司令官言之有理 贵总司令 已将长庆号调到长江 放心好了 我让他多派些军舰了 最内线情报 军军 你与三月底渡江 回座 以委托李一代总统 与中共重开和谈 为我军备战 争取时间 只要 守过五月份 我等 即可渡江北上 进行反攻了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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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好好好 好好好 好好 舒适 你们回来了 好 小李子又输了吧 哈哈哈哈 我就说嘛 小李子啊 今天这个读 你是输定了的 哈哈哈哈 舒适 刚才河水是清的 根本没看见鱼 后来被你搅换了 这鱼才冒了出来 才巴掌的 不能算 不能算 小李啊 我们今天堵的是池塘里啊 有没有鱼 可又没有说是 清水还是浑水 是大鱼还是小鱼啊 你可不能来张哦 守治清泽无鱼 那我还和你堵什么呢 哈哈 主席 哈哈哈哈 来啊 主席啊 三大战一结束了 你终于有了闲情啊 啊 可是也不能不顾人家 李宗人火烧眉毛 哈哈哈哈 他又派上立此为密室 要求何谈派 哈哈哈哈 看看哪 又来了一个浑水墨鱼的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李宗人要求何谈 嗯 这明明年是要树立新政的形象 这安理呢 是保存贵戏的实力 当然了 他还是受制于蒋介石的之一 备战求和 一张持军事 大小鬼打的算 都在军事的洞察之中呢 哈哈哈哈 战事 总会殃及到无辜的心 现在国民党的主材 在西口 代理总统在南京 政府又搬到了美洲 一国三宫各唱各的调 我看 可以与李宗人和谈 嗯 我同意啊 和谈 有利于扩大 奖礼的矛盾 分裂国民党阵营 而且啊 还可以向世人 表明 我们共产党人 对和谈的成绩 国民党那边 有你很多的朋友 很多的对手 我想啊 这次谈判 还是请你来挂帅 好 国共谈谈达达 从重庆谈到南京 达达达达 又从南京 谈到北平 这本京已下了将近三十年 来下午了 主席 如果与开河谈 不将从前为的渡江计划 可能就要飞影 子龙啊 你告诉小兵陈毅他们 军事斗争 必须服从于 正的斗争的需要 叫部队积极地备战 听候 中央军委的命令 是 好 小张啊 到 把鱼拿上 来啊 这是小李赌输掉的 他今天要请我们吃 猎狐炸小鱼啊 走走走 走吧 那怎么搞的你们啊 东西都掉出来了 赶快收 收啊 收收收 快快快 闪开闪开 都给我闪开 快收快收 你们怎么搞 快啊 快快快 躲开躲开 闪开 我到外面三笔一时 帮你的事情 就交给你了 放心吧掌门 掌门 外面来了个长官 说是汤司令才来 来的这么快 让他进来 是 杜老板 我受汤司令 后来给您送 副台的机票 汤司令说了 这是总裁 专门对杜老板 和陆老板准备 请二位尽早 副台 共图复兴大业 这机票 真是千金难行 汤司令可真是费心了 我已经接到 总裁的电话了 跟我准备准备 再去机场 怎么样 好的 那我们 就在这里等候 为防疫外 汤司令命令我们 一定要把陆老板 安全护送上飞机 好吧 张哥 进去喝杯茶 你们两个 怎么不守着 是 长官 辛苦了 请喝茶 这可是刚刚上市的 名前龙井 细嫩清香 牙似腔 叶似奇 味道 甘味得很 果然是色泽翠绿 香气浓郁 这种好茶 也只有陆老板 能够销售得起 长官 好茶就像好酒 越喝才越有味 两位老总 辛苦辛苦 来 抽植 不不不 抽植 不客气 谢谢大哥 我们今物在山 兄弟 来我们郑德堂的 都是兄弟 不抽烟 就是不给我黑泡面子 来 抽一颗 对对对 抽一颗 谢谢 谢谢 你这个烟的味道 很特别呀 那是 这个烟呢 是我们特制的大鸿门 我来这儿 还无福消瘦呢 好烟 好烟 这傻子 没发现场里有障碍 这要他有何处障碍 他跟谁行 睡吧你 自将 我走了 帮我照顾好花 您放心 走 小龙 记得笑死吧 好 好 小刘 写得怎么样了 写好了 写好了 请总兵过目 好 题目不错 很抓人啊 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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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都跑光了 卖报 卖报了 卖报了 警察现在扣留疏散费 连警察都没有公司 卖报 卖报 警察要卡银行干什么 杀杉当土匪啊 真是 一万多警察罢勤罢 不光是首都的秩序 无法维持 就连伪座 准备武装警察 建游击区的秘密 都打败于世了 这个贪得无厌的黄政武 临走了还给我惹那么多麻烦 国防部行政院都在查问这个事 事官啊 你要尽快地平息这场风波 黄庭长不光把武器跟财产换装 还截留了输散费 正好让地下党有机可衬 马蜂窝是越捅越大 依我看 只能让他自己花钱消灾 你告诉陆青山 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要不然 总裁那里 我也不好交代啊 唐司令 你放心 一同 多是知秋 我也是没有办法呀 马拉迪理解 请唐司令放心 我一定把您的意思转达给陆青山 嗯 嗯 掌门 好 梁思令 陆掌门 你怎么把梁思令带到这儿来了 哎 唐安博找了梁思令 一定要找出你的下落 我就带他来了 这个死胖子 活得不耐烦了 来 请坐 陆掌门 这件事情处理得太不明智了 你以为惹不起就能躲得起 那就大错而特错了 现在是国家动乱之急 唐安博完全可以以堪乱的谜 发通缉令拘捕你 他现在没动你 还算是念在 您和总统的交情上 顾起面子 要不 我带点东西 找下汤司令 疏通一下 哎呀 行了 事情没那么简单 梁思令 老夫只能求你 在这关键的时候 帮老夫一下 躲过这一劫啊 我倒是有个办法 您可以不用去台湾 也可保证得他 安然无恙 哦 请讲 让紫将出面 组织各大帮会的弟兄 成立南京维护大队 协助汤司令 维持南京治安 您也可以 以与南京共存亡的比拟 脱一时试一时 这样 我在汤司令那里 要好交代 梁思令想得很周全啊 好 就让紫将去吧 这事儿 几位爷几位爷 你们犯下 老子你什么还给钱啊 我们是小本身 对不起 是一个 打 打 你干嘛打我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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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亲自煲汤 不会是鸿门宴吧 你看你这孩子 现在是东春交替 吃血上升 我这个江南名医啊 特别调制了枸杞当归羊肉汤 给你滋补滋补 还不老弟好啊 那 银玉珍是受宠若惊呢 就你会说话 香不香 好喝 银玉啊 其实姨妈请一来 是想跟你商量一件事 你看我们能不能利用李宗仁刚刚颁发的行政令 去营救一下在监狱里的同志们 什么 释放政治犯 姨妈 李宗仁的行政令 只不过是骗人的把戏而已 你还真相信啊 我反复考虑过 让李宗仁释放政治犯 完全是有可能的 其一 他刚刚上台 他完全可以摆出一副 和独裁蒋介石全然不同的姿态 大赦天下 也是历代新军 笼络人心的做法 其二呢 解放军陈兵江北 南京政府四分五裂 还有谁 愿意为蒋家王朝卖命呢 第三 阴玉啊 这是姨妈要求你了 你的姐夫杨浩龙 刚刚被李宗仁提拔为最高检察署的检察长 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很好的机会 嗯 姨妈 我看你这次给我摆的还真是后门宴呢 来 我来为我们即将出征的战事 鼓鼓气 公子 你 跃 萍州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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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救我 兵林老 救我 救救我 老公 小姐 丑姐 你怎么了 怎么回事 快 送医院 快 姐姐 都八点了 姐夫怎么还能回来 我也不知道 平时这个点她早回来了 严玉 我看让她当警察长的事 以后就别提 姐姐 这都是为了百姓好啊 你拍五 我拍五 五个小孩 爸爸 你回来了 爸爸 爸爸 姐夫 哈龙 这是怎么回事 这怎么了 我在回家的路上 碰到一个被打伤的女记者 送她去医院了 姐夫 那个女记者为什么会被打 据说是 揭露了警察局长的 贪赃盲法 就被歹徒砍上了手臂 怎么有这么可怕的事 爸爸 谁的手被砍掉了呀 小孩别瞎问 吴妈 吴妈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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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带小龙小风去睡觉 走 小龙小风 咱们睡觉 那个女孩才二十出头啊 这是惨不人道啊 堂堂国都既然这样践踏人权 姐夫 你不觉得中国的司法 形同虚设吗 这就是中国目前司法界的悲哀呀 举目中国 都在讲王道 可是何来法治啊 这个新司长 我这决不能再当了 我想 先到广州中山任教 然后 再转去海牙教书 姐夫 丙玉 这么多重要情报 这可是我们多少同志 冒着生命的危险 才得到的情报 紫江 花儿 你们一定要把这情报 送到总前委 可不能有任何闪失 姨妈放进 保证完成任务 我还听说 昨天下官到冰口的轮渡 已经停开了 你们只能从板桥上走 还有 去安徽的路 有两处也被解研了 所以我让花儿陪你一块去 让他给你做个掩护 姨妈 咱们通过梁一桶搞张特别通行证 这不就行了吗 特别通行证 数大招风 更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 诶 诶 博儿 诶 想什么呢 诶 姨妈 我还在想 那个东西放在家层里 也不太保险吧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那 你走 那 下一个 什么时候 干吗 这是 这一个 咱们能过得去吗 别着急 你看 陈主席 剪辑行事 好 你也够 下一招 等等 给我打开 这是什么 这带小把心已经骗过我吗 先晓到江北脱奔共军哪 抓起 你们凭什么 放开我 别人看起来有什么不好 看起来有什么不可能 洛传党会民众谋信物有什么不好 别怀疑 带走 不好乡亲们 我们党的末日就要来您了 打倒小电视政府 打倒小电视政府 后面的不要动了 下午再过来吧 回去吧 回去吧 你们这是干什么去啊 兄弟 来 坐着小买卖 保护点茶叶 回头我给你带点好茶 谢了 我们当兵呢 有口饭吃就不错 老婆肚子这么大了 还舍不得放在家里啊 一位啊 愿意跟着去啊 你别看他长得人模狗样的 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这肚子才大了几天啊 他就在为你打野食 我不跟他去能行吗 你说说啊 行了行了行了 上场上场去吧 好 谢谢啊 谢了啊 脸虫哥哥快起床吧 太阳照屁股啦 妹妹 我浑身难受 爸爸妈妈快来啊 哥哥病啦 小龙 祝我 祝我 16 小龙 帅哥 这 它 啥 不是 立面 coaster 1900 白 很多 hores 民 House voltages mycket 有上房吗 上房都订满了 这些天客上多 这样 有一间房 是我亲戚订的 先挤着你们住 好 谢谢谢谢 好 跟我来吧 这边走 来 这边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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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满意吧 这里安全吗 这里是解放区 比南京安全了 这样 你们先休息 好吧 谢谢 对 今天可把俺累死了 真扫罪 你别动 手榴弹我来捡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你别动 三哥 今天可多亏了你了 你不知道 俺好几次都想拉手榴弹了 吴妈 老爷 小龙的病 好点来没有啊 小龙没见好 小凤又生病了 什么 鸡鱼 孩子怎么了 小凤 昨天晚上就开始发烧了 症状跟小龙一样 医生说他俩都得了重感冒 那小龙现在好点了没用 稍是退了 可是身上又长出了红疙瘩 让爸爸看看 爸爸我好痒 乖乖 别乱抓啊 小龙的病 不像是感冒 我也怀疑医生的诊断 盈狱已经去请青山大药堂的周先生了 好龙 你说我们的孩子会是什么病啊 老爷 周先生来了 请 来了 周先生 周先生 姐姐姐夫 这位就是江南名医周文锦先生 周先生 您快给看看 我的孩子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啊 杨先生你不用着急 这一路上 盈狱小姐已经把孩子的情况跟我说了 要不 我看看吧 那您费心了 三哥 俺不喝了 再陪三哥喝一杯 王妹 来 三哥敬你一杯 难得咱们俩一块出来 还假扮小两口 三哥 咱不是为了完成任务吗 再说了 俺今天走了一天的路 也想早点睡了 王妹 你说咱们要一直这么假扮下去 多好 三哥 我看你也少喝点吧 明天还要早起赶路呢 我跟你说 这杯酒你要是不喝 你就别想去睡 陪我喝一宿 你看你啊 还是老样子 就爱喝口酒 当年俺爹都喝不过你 俺能喝得过你啊 还来吧 最后一杯了啊 那俺先睡了 下班也换你 少喝点啊 周先生 现在令子的咽喉 是极度冲血 而且他浑身的皮疹 是呈新红色 在浑身满眼 这病啊 我们中医叫医疹 按西医的叫法 那就是腥红热 如果处置不当 极容易引起肺炎 肾炎 还有心肌炎 上个星期 刘司长的侄女 就是腥红热死的 可怜的孩子 才只有八岁 周先生 请您无论如何费费心 一定要看好我孩子的病啊 杨先生 你不用客气 这病救人 是我们医生的本分 谢谢 谢谢周先生 你拿这张方子 到大药堂把药抓来 我在这儿等 顺便带个药罐子过来 这个药 要连夜肩负 好 我这就去 小师傅 我让司机送你去 好 走 走 快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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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